高雄自助餐旅遊團群聚又在擴大 大家疑惑的是 自助餐員工的爸媽坐在遊覽車 右側最前排 匡列後發現陽性的兩名團員 在左側的最角落 座位相隔八排之遠 是怎麼被感染 在密閉空間裡面 然後他又是有一些唱歌啦 這些等等活動 中間也會休息 那休息中間 也有可能跟乘客之間的接觸 所以他的傳播管道 事實上是蠻多元 我們車上有換氣開關 這個開關 基本上我們車子是密閉的狀況 我們這樣一打開 然後他的風就快速往後面吸了 所以我們車上的空氣是對流的 民眾擔心遊覽車內 環境密閉增加染疫風險 業者強調自疫情以來 車上都已經加裝 內外空調循環 以及空氣殺菌設備 出車前後甚至出團期間 一定落實傾銷 因為我們帶的都是團體旅遊的客人 所以他們都是幾乎都有造冊 那我們上車也都會掃條碼 都是十連制 車上的防疫 我們是絕對不會鬆懈 因為疫情關係也採過了很多的一些耳溫槍 幫旅客就是噴手布的消毒 早晚都會去幫大家做量體溫的動作 邁向為解封又即將進入3月瘋媽祖的繞境 和靜香旺季 除了旅行業盡力提升防疫規格 民眾也要更有自我保護意識 大家新聞新聞上登陰中台北報導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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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